这个是光辉岁月向日葵 这个是观赏型的向日葵 就是说一年能开一千朵花 不过如果我们盘栽的话 依次开花上百朵就已经足够震撼的了 恐怕开不到一千朵的数量 如果是光照充足 温度合适的话 它一年四季都是可以开花的 我们要让它生很多的侧分枝 它才能爆出这么多的花头 这么小的花盆肯定不行 要给它用一些大的花盆 才能hold住这么多的花 这个描情不大 不能现在就让它开花 花苞都给它掐掉 让它分身侧分枝才可以 像日葵嘛 它天生就是喜欢光照的 一年四季都要给它夺晒太阳 如果在室外养土的时候 一定要加上一半 或者是三分之一的田园土 因为它的保水性好一些 不然的话 你土壤太疏松了 扔在外面 一不小心就给晒干了 它的叶片很大 蒸发能力很强 特别洗水 盆土表面干了 你就要给它浇透水 因为它开花量很大 平时施肥千万不要缺了 不然它也勾不起这么多的花 我们可以在花盆中 撒一些缓施肥颗粒 或者撒一些干羊粪 然后每个月浇水的时候 对花多多一号 等它把植株长大了 开花的时候 再给它对花多多二号 每个月三次 一比一千的比例就可以了 等它开爆盆的时候 再给它